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你好 我是主播林大米 今天要报道的一场别开上面的精品展 不是珠宝或名牌包 而是与大地有关的精品展 主办人是环境教育家吴秀娟老师 2月18日在台中树核院举办 他媒合了农人与厨师 一起打造台湾专属的生态美食 有超过40位来自台湾各地的优质特色农渔民 以精准的短奖阐述他们的工作理念与土地情感 打动台下聆听者厨师们的心 让农友与料理人配对连结 创作个人的生态饮食展 而吴秀娟老师对于大地精品展的诉求就是 在种出或是养出经济物产的地方 同时拥有其他丰富的生命共生 因此这次参展人的种植或是养殖的县地上 有着各式各样的生命 包含昆虫青蛙蝴蝶蜜蜂松鼠青竹丝 眼镜蛇山腔山猪果子梨石乙兽无锅鱼 织木鱼大肚鱼水蛇浮瘦罗 果然这就是最名符其实的大地精品展 这是一场农民与养殖业的TED演讲 全程长达8小时 每一系列都还安排2-3位生态厨师 创作餐点与甜点 希望能更清晰凸显物产特质与料理的轮廓 一起让2019年成为生态美食年 待会节目中邀请吴秀娟老师 跟我们分享更多目前幕后的精彩故事 这是为什么要叫大地精品 你现在市场上有什么会被视为精品 在工业化之后我们有能源嘛 你插了电好多东西都可以一直生产 简称的叫量化 快速一直做一直做 它唯独一样东西没有就是双手 更厉害AI来了 连头脑都不需要用了 可是如果还有人在这个时候 他乖乖的用双手 在泥土里面种 在他的余温里面养虾 是用双手的时候 这时候你们觉得 Chanel是什么 LV是什么 HEMAS是什么 精品为什么 它大量人工啊 那如果土地上有大量人工 那它是不是叫做大地的精品 我们常常在讲 三生有幸 回归土地回家上这件事情 里面都遇到了三代 三代同堂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想这个三生有幸的三生啊 要有生态 要有环境 健康的环境 另外一个是什么 生存 在这个美好的生态 健康的生态环境里面 人们在这 我们在这块土地耕耘 然后能够生存 那当能够有生态 有生存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那个所谓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的三生有幸是生态 生存生活 那生态饮食指的是什么 是生态环境 跟生命态度 好比说我们在 带野菜环岛的过程当中 有65个厨师主动来报名 我做环境教育 我就会想要让厨师跟我一样 对环境这件事情 有更多的认识 因为他可以实践在餐饮业 于是就募了款 帮厨师上课 厨师学我来台湾的 大山大海河流湿地之后 你刚刚在讲的大力精品展 这个机会就又来了 因为厨师理解环境之后 我想让我的餐厅 还是我做的料理 是对环境好的 老师菜要去哪里买 哪里的菜 是我们用的会觉得说 这个菜是对台湾环境好的 老师菜要哪里买 那我能不能找个活动吧 你能够提供台湾友善环境 我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啊 然后请他们自己来告诉厨师 我为什么是友善的啊 厨师我们没有疑问嘛 他是有料理技术 他是厨师 生态就是说 当你都不懂他之前 你开始去学习了他之后 那你就是一个懂得生态的厨师 可是你要学习他的方法 他要有个学习的程序 如果没有经过那个程序的话 你并不晓得要怎么学习他 所以我提供一个让厨师可以学习 认识生态的学习过程 那叫生态学程 那生态有两个概念 我自己个人定义 这并不是广泛的 就是我定义是这样 生态他有一个对内跟对外 我们举例厨师这个角色 他怎么看待生态 对内我身为一个厨师 我生命中的角色是一个厨师 那我的态度是什么 我怎么样我做的料理 去对消费者跟被我采购的食材供应商 我的生命的态度 厨师的态度正不正确 这是对内的自我的要求 那另外一个 当我有正确的态度 我就会影响外界啊 比如说供应我食材的这些食材厂商 他就受我影响 因为我要怎么买啊 所以我就又会影响到外界 整个的生态 所以生态厨师想要教导 就是说料理人对自己 生命中这个角色态度正确 然后对这个社会形成正确的影响力 就是生态上头 大家能够共生共荣 也就是说请你兼顾其他的行业 为他给你做生意 他可以好好的做 讲具体一点 厨师你不要再没有产这个时候 硬要买这个 不然家就要用农药种啊 不然怎么办 所以这样的学程结束之后 对他们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很挫折 你挫折还是他们挫折 他们很挫折 在你不懂的时候 你跟着大家一起 买着各式各样 大家买起来都一样的食材的时候 你并没有觉得什么困难嘛 你就变化菜色而已 可是当你懂了 有一些食材才是友善涂地的 可是你不知道去哪里找那个食材 或者当你那个食材可能需要花稍微多一点的成本 你不知道怎么跟消费者讲 你不懂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你懂了 你想表达的时候 你的困难就来了 因为你想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都开始感觉到一件事情 原来我当厨师除了获利之外 我是有社会价值的 我透过料理跟饮食的传达 原来我帮得上台湾这个社会一些忙 如果料理人能够肩负到这样子的责任的时候 用对的食材 低碳的料理方法 那台湾就可以透过饮食这件事情 一口一口把台湾的好吃回来 我做环境交易 我知道一件事情 凡是能共生的 那个方法我支持他 比如说大地精品展里面诉求一件事情 你产出经济作物的那个土地上头 依然有其他的生物在供用 比如说三腔之类的 这是两句话 你产出经济作物的意思是 人类你赚到钱了 因为现在是工商社会 有钱才能生存 我的意思是 人类那个土地已经让你活下来了 你能不能让其他生命也活下来 金品展他们的论坛分享方式 是从苗栗的农民开始上场 一个人七分钟 一直讲一直讲 顺着台湾绕一圈最后站到的花莲的光复 连续有41个人要开讲 可是你知道我活动办在台中 从台东来的朋友 为了那七分钟演讲 他花四天 因为我们的演讲的前一天 是先邀请所有参展人来上课 上三堂课 那三堂课就是明天要来听他演讲的厨师 学习过的生态教育 一模一样的内容 所以所有参展人通通先来上一次课 上三个主题的课程 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因为隔天他要演讲的时候 在下面听的人 他们到底是什么价值观 如果你们不一样 你们将来怎么做朋友 怎么做生意 这个大力金品展 其实他展的不是农作物还是鱼虾 他展的是人啊 这个幕后金主是谁有办法负担这么大的成本 对幕后金主就是没有人 全部人通通自费来参加 自己来演讲 自己来教学 然后自己来看展览 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没有物产展览 我们这次展览你种柠檬的吗 你砍一截来 有树干树叶 还有果实 还有花 你砍一截来 把它现场给大家看 什么叫柠檬树 所以生姜也是一样 姜可以这样 请你拔一颗来 全植物把它拔过来 所以他要有能力拿着他自己种的作物 不是一包商品 是一整节的植株上去 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是柠檬的农夫 我种这个 我能够带给台湾的料理件什么 我凭什么叫友善 今天能够踏上这里 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狂动的事情 只有很少很少人来注意 如今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 我相信 他们说的 好像就是没有人要你种干嘛 我觉得 有大家在这里 我觉得 有一个人用 我都会很开心 谢谢大家 这场梅合厨师跟食材供应者之间 算是最直接紧密接触的农业相亲 我们都跟参展人说 我要邀请跟你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来听你演讲 然后他是厨师 那这是一个协助你跟厨师之间的梅合 可是梅合不等同于成交 但是它是最精准的对焦 因为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现场没有买卖没有交易 没有 完全没有 只让你们谈恋爱而已 你只能表达你有多好 但是现场不能卖也不能试吃 感谢观看